七星 尽管王小飞当初和大S离婚的时候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将小月儿小灵儿的抚养权交到了大S手中 所以如今自己不管做什么事情总会受制于大S 但王小飞却是丝毫不后悔自己的行为 毕竟当初对大S的愧疚是真的爱是真的 想要孩子跟着妈妈多享受母爱也是真的 而到底两个孩子是王小飞亲情血脉的弱点 所以每次和大S在网络上吵来吵去 最后也是王小飞选择先低头服软 即便是在大S被黄子脚拖下水深献丑闻之时 王小飞一心牵挂孩子飞去台北照顾月儿丽儿 也是没有再说大S的半点不适 毕竟她知道两个孩子就在身边 自己不该也没必要说那些风凉话 而大S也是知道王小飞在乎孩子很心软 一开始不想让孩子和她去见长安 但最后还是让他们在日本相见 如今正值七星王小飞不是和自己的女朋友约会 而是在台北和月儿丽儿一起吃火锅 看来孩子才是王小飞挂在心肩肩上的情人 对此有网友喊话王小飞希望她和大S重归预好 那么你怎么看欢迎留言评论